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超級點空 歡迎 李宗彤 歡迎收看 馬賽介紹兩隊參賽隊伍 首先介紹我們的 童童隊 歡迎 我們美麗的童童 好 帥氣的周曉翔 好厲害 以及我們的 好厲害 完美的組合 緊接著介紹我們的元昊隊 也有我們帥氣的元昊 一筆好久不見的劉湘詞 還有我們的胖胖林道遠 漂亮 我第一次跟元昊同隊耶 真的耶 真的耶 有些都是敵隊 我相信我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應該是所向無敵 沒錯 今天我們的湘詞 跟我們謝安來是要宣傳 連著英雄的上升 歡迎 每個禮拜 每週五晚上10點15分 一定要鎖定 今明日季一的時候 就有個橋段 就是會有特殊的部隊來選 選阿兵哥 對 來演那個選民官就是我們的周曉翔 但是 今天的校安 在我們的連鎮英雄裡面 飾演什麼樣的角色跟大家介紹 對 介紹一下 我演的是一個 不苟言笑的刑警 他也是很難找 其實他算是我的夥伴 我們都是世行大的刑警 他算是你的屬下 對 我是隊長 請依圖卡線索 發揮聯想力 在時間限制內進行答題 答對得5分 答錯換對方猜題 電視機前的你 一起動動腦袋 既然兩隊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次聯想題的第一題 好 人物題 可以給個提示嗎 可以 人物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先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們第一題 人物題 這個人呢 他是從 我們馬上就來看 第一題的線索 楊麗花蕾 是什麼 金馬獎 又拿過金馬獎 年生英雄 王學利 及郭國基 兩位世行大警察官 能否應 第一題的線索 楊麗花蕾 是什麼 又拿過金馬獎 又拿過金馬獎 兩隊 請搶答 金馬獎 雲昂隊請做答 楊宗偉 不是啦 李心潔吧 沒有 我跟你講 他有在楊宗偉 不 楊宗偉有在金馬獎表演 對 沒錯 來 我們常常唱那一首歌 怎麼唱 金頭石頭石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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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楊宗偉 楊宗偉 對 不對 這個 童童隊請做答 第一題太簡單了 選秀的 而且拿過金馬獎 對 沒有記錯 菸織扣她是拿過金馬獎的 而且她是香港選秀第一屆 還是 應該是第一屆 是冠軍 為什麼會有Sense呢 真的 一直都是走Sense 真的 妳可以唱一句嗎 女人花 搖移在紅塵中 不用回去 女人花 隨風輕輕擺動 是盼望有一雙溫柔熟 能復衛我們心的寂寞 海神 我要告訴你 梅彥芳 對 如對 對 為什麼這麼有Sense 還沒有答對 真的假的 緊接著 我們來看第二個線索 是什麼 周潤發 布克牌 周潤發不是選秀的啦 都需要亂講 兩隊請搶答 劉德華 會是劉德華 感覺 梁朝偉 他 梁朝偉有參加過 電視台的選秀 梁朝偉不會唱歌吧 他不會唱 劉德華拿過金馬獎吧 我們猜劉德華好不好 好 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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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俠 也拿過金馬獎 劉德華 對 如對 好 錯 黃銅隊請作答 我們還要再講一個更有Sense的 周潔淳 為什麼 他的頭文字 你拿過新人獎 在金馬 最佳心 而且他有一首歌叫 魔術先生 魔術跟撲克牌 那跟撲克牌有關係 有啊 他就是在裡面那首歌裡面 有變魔術 用撲克牌一直在變魔術 周潔淳 對 如對 對 錯 金馬獎 但是緊接著下來 你們第一 最後的答案 越來越緊 選手 這題很簡單 真的不需要 真的嗎 很簡單 好,來,緊接著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黃隊 請作答 雙隊請作答 第一個提示 金馬獎 第一個提示 是撲克牌 第三個 誰跟他在 黎明 黎明 神求的這樣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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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有過金馬獎嗎 對啊 然後呢,之前那個 一系列的賭博電影裡面 他也有 演過高鏡 對 也演過 那他金馬獎是哪一部戲 三金 漂亮 是不是 謝謝 真的知道嗎 各位,黎明 對舞隊 謝謝 我的天啊 四大天王其中之一 帥 是的,我們的正解呢 就是我們黎明大哥 金馬獎 就像我們元昊說的 三金之回家 沒錯 對 高鏡 舒淇 對 後面的四大天王 我想就不用解釋 對 所以種種的線索都指向 我們的四大天王 其中之一的黎明大哥 真的要恭喜我們的元昊隊 是的 緊接著下來 我們來到了物品 好不好 在開始猜題之前 我給你們一個東西 好 這樣物品 台灣人 台灣人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楊妹妹 楊 楊 台灣人 我知道了 兩隊,請搶答 台灣人 台灣人 冬天最愛的 柚肉 楊肉蠅 五十天到位 真的 你怎麼說他影響很深 是個物品 護手霜 就是有點像綿羊油那樣子 對啊 所以是護手霜 綿羊油做的護手霜 好不好 我這樣把你把範圍擴大 你們覺得怎麼樣 OK 很好 好 錯 桶桶隊 請做答案 因為第一個線索我就猜羊毛背 對啊,真的是沒有... 沒有 idea 好暖的東西 台灣精品 羊毛背 精品、羊毛背 現在流行台灣精品嘛 外銷、國家 對 羊毛背 天啊 我們知道了 緊接著下來 我們馬上來看第二個線索 會是什麼 有 我知道了 這個真的知道了 好不好 沒辦法 請搶答 油耀隊請做答 這個是你要跨座在上面 沒錯 然後要發動它 它有動力的對不對 然後吹油門 就是我們台灣每個人都會騎到的 小綿羊 動作 請問一下跟五月天有什麼 五月天有帶鹽摩托車 原浩隊說的小綿羊 就是我們的 他們叫小綿羊 好厲害 好厲害 不是說我們都在一起 索像 好厲害 好厲害 你們第一個我必須要講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獨有 稱呼摩托車的一種方式 市裡 五十七七叫做小綿羊 所以恭喜我們的原浩隊 非常地不錯 緊接著下來 也是我們的意志聯想題的物品題 物品題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給你們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它薄到 薄 你幾乎感覺不到它的長度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介紹什麼 千里眼 千里眼啊 兩隊 請搶答 油耀隊請坐 衛生棉 喂 千里眼耶 我跟你講 道遠 千里眼你猜衛生棉 你根本就是不裝在... 好近耶 你真的很危險 他好歹也是你莫良身邊的一個他 對啊 我並沒有對他不驚 他可能看得到這麼薄的東西 他也看得很清楚 你還要繼續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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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亂猜啊 金紙啊 金座啊 很薄的耶 很薄啊,金紙很薄啊 薄對不對 其實也算是我們特有的文化 中華文化裡面 金座 對,不對 錯 同隊請作答 什麼 金箔 金箔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人會把金箔箱在神像上 對 金箔它又比紙薄一點 我們這隊講出來的答案都是 真的比較有Sense 真的 衛生棉 我們只有這個沒有Sense而已 不要說我們 二臉說真的 那個金箔它貼在神明身上 其實它真的是很薄 很薄 同同隊覺得是金箔 對,貼神明的金箔 金箔 對,不對 不是 錯 好,緊接著 我們馬上來看第二個線索 是什麼 小黃 小黃 兩隊請搶答 余皓隊請作答 五秒 感覺這應該是超越宗教的東西 三秒 兩秒鐘 一秒鐘 時間到 名片很薄對不對 對 那跟千禮也有關係 但是一張名片它可以傳千禮 你把你的名字有沒有傳千禮 是不是 各位,名片對、不對 錯 同同隊請作答 我們有,來 同同來 我在猜應該就是 計程車上面常會裝 測速警示器 就是跟你說前面有照相 然後限速幾公里 這樣子 而且它現在越做越薄 越做越小 越小越薄 然後因為它從很遠的地方 就看得到了 所以跟千禮也有關係 所以你覺得是 測速的警示器 測速警示器 測速警示器 對、不對 完了 阿龐喔 裁判,不好意思 你說你的提示是它薄到 看不見 很看不見嗎 這樣東西 它不應該是這麼薄 但它這麼薄 好不好 我不能再講 不應該這麼薄 而且這種種前面的提示 如果你的反應夠快 如果你像阿龐一樣聰明 你很快 就可以想到 不以為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不 各位 緊接著我們來看 第三個 線索是什麼 兩隊請搶答 漂亮 第三個 線索是什麼 兩隊請搶答 彤彤隊請坐答 漂亮 異經電視 為什麼 那個計程車上面一定都有那個 我們都會看到的民視 好做 計程車C超愛看民視的 我跟你說 真的 幾乎都在看 我現在名字叫 他叫我彤彤隊 真的 謝謝他們的親情 真的,謝謝 我也講 但是重點是什麼 好,彤彤隊,所以你們重點就是 彤彤電視 彤彤電視 越來越薄 他不該那麼薄的 從大同電視變到彤彤電視 好,各位 漂亮 終於一題了 是的 答對 我們正確的解答 就是我們的電視 對不起 那跟千里眼有什麼關係 各位,你透過電視 不一定要出國 你可以看到遠帶非洲的景象 你可以看到 萬隻千萬隻的羚羊 在草原上奔跑 有道理 對不對,所以其實呢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電視 在某個方面 已經代替了我們的眼睛 沒錯 但我們看到更框更遠的視野 就是我們沒有去過 我們可以透過電視 看到這個世界 看到成功靈的那個畫面 沒錯 所以大同寶寶 就我們有記憶時代裡面 是陪伴著我們家庭有名電視機 對不對 有記憶也太重了 當然現在各式各樣的場白 世界各國非常的多 但是在這邊還是要呼籲一下 要多支持我們台灣的精品 真的嗎 現在我們正確解答 就是我們的電視 沒錯 第一回合兩隊的成績 童童隊得到的是5分 幸福有你 袁浩隊非常不錯 得到的是10分 第一回合先恭喜我們的袁浩隊 馬上我們進入第二回合生活題 接下來來到了超級一點通 第二回合生活題 我在這邊 我可以想像 周小環很快 就要把他心裡面的小故事 提供給大家了 那我們馬上就來進行 我們的生活題 第一題 好 兩隊請聽清楚了 好 網路票選 對 最受歡迎的夜市小遊戲 前五名會是什麼呢 兩隊請搶答 兩隊請做答 兩隊請做答 會 太多了 太多了 說到夜市根本就是我們的家一樣 沒錯 我們的地盤 夜市 射氣球 好 先從射氣球開始 先從射氣球 空氣槍 空氣槍啦 就是射氣球 那有一種物體去射氣球 吹劍啦 反正就是把氣球弄破就是了 對 射氣球 有沒有 請記住答 打蛋豬呢 那個套圈圈的還有 套圈圈 套圈圈 還是有啊 有嗎 可以換獎品的 套圈圈有沒有 還有那個摸麻醬的有沒有 沒有 摸麻醬 冰果那個 我們先從套圈圈好了 還是我們統稱先猜個冰果 冰果 冰果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多普遍 套圈圈 套圈圈好了 套圈圈有沒有 沒有 漂亮 請記住吧 我都沒有猜到什麼 天生名 打那個小鋼豬呢 你最愛的籃球機 籃球機 我知道 就是板子弄小鋼豬 聽我說 現在一定還有的 什麼 撈魚 而且現在延伸了 變成了釣蝦子 旁邊還可以現烤 對 撈小烏龜 用那個撈魚 對 撈魚 撈魚 我覺得那個只撈魚的 真的是很好玩 很好玩 還有挑戰性 那已經流傳多久了 很久了 真的 親民上和圖是有畫到的 真的 真的嗎 我有看到3D的那個 你看它 它多有深度 你看到沒有 真的耶 好有Sense 好 撈金魚 有沒有 好厲害 那可以了吧 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這麼厲害 夾娃娃 娃娃機 娃娃機 夾娃娃 每個應該都有夾過 夾娃娃有沒有 不錯 同同隊機會來了 請坐 什麼 我知道 我超會逛夜市的 投籃機 投籃機 有些女生投籃球機超厲害的 都三分的 對 有三分 總分三分 人家都八百多分 你是不是很煩爛 我不是投三分球 他說他都是投三分球 他不是 他都會瘦瘦瘦的那種 而且最後一句都是 真的 你們這是灌籃高手 真的 投籃機有沒有 有 有 那個意思是彈珠的 我覺得 彈珠 彈珠 彈珠台 彈珠台有沒有 對 是的 台灣這個夜市是我們獨有的文化 很多從國外來的朋友 我們都會帶他不可免俗 大家去夜市逛逛 對 那裡不但能吃到好吃的東西 可以買到便宜的東西 而且還有很多的小遊戲 希望以後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也要帶他們去夜市 讓他們也有麻煩的回憶 沒錯 是的 緊接著下來 生活題的第二題了 兩隊請清清楚 網路票選 兩隊請搶答 彈珠台請坐下 彈珠台請坐下 真的 會不會是 按摩器 按摩椅 不要說按摩椅 我先講一個比較有可能好不好 是什麼 我一個朋友都把他當密件 我知道 他也不是老人 他頭都開始凸了 他也不是長輩 什麼 是你 不好意思 補品 補品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長輩 補營養的 維他命C什麼的 補品有沒有 是不是 天啊 請去做答 古董 我講一個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好不好 票 為什麼呢 電視機 我記得我人生第一份的薪水 就是圖詩南之文 賺到這個錢之後回去家裡 就幫奶奶買了一台大的電視機 因為家裡面是太小 奶奶看不太清楚 真的 就幫我買一台大的電視機 讓他看清楚 好棒 我演的圖詩南之文 這電視機 沒錯 電視機有沒有 誰有愛 彭龍隊請做答 沒有 我覺得是那個 其實近百年按摩椅 其實對很多上了年紀的長輩 是非常需要的 是 蕭安有送過按摩椅給長輩嗎 我送的是那種 比較像按摩棒的那種東西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是那種 放在肩頸的 放在肩頸 上面會有東西旋轉的那種 按摩器材 對 對 按摩器材有沒有 好 請記住了 卡拉OK的那個 真的 那個長輩真的很需要 今天都晚上很無聊 現在還可以錄起來 然後放出來給自己聽 而且 如果送了這個機器回去之後 艾成也回家了 對啊 不是他 不是他 喂 不過這還滿實用的 對啊 有本身也送過 卡拉OK有沒有 沒有 請記住他 好 我覺得 送他機票 我覺得最實質的應該是 真的啊 其實長輩真的 像奶奶 他們 阿嬤 你常常包給他們的紅包 到最後 他就幫你存起來 真的 有一天他會再還給你 你會很感動 沒錯 你會很感動 我個人的經驗 好不好 所以你覺得紅包 紅包 紅包 有沒有 漂亮 第一名的 最基本 你記住他 老人家頭髮都會變白 藍髮膏 你這個答案滿好的 很實際耶 藍髮鏡有沒有 是的 各位網路票選 裡面就是送給長輩最好的禮物 前五名就是這五樣 來 緊接著 我們馬上進入生活題的第三題 第三題 好 還有緊張的人 來 各位 請聽清楚了 網路票選 分手之後 怎麼樣的方式 處理情人的禮物 前五名 兩隊 請搶答 紅包隊請做答 來 他太有感覺了吧 真的 要像電影跟MV一樣用燒的 漂亮 這段故事發生在幾歲 喂 大概十年了吧 十年 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的是 是你的朋友還是你 就他嘛 你有猶豫了一下 但我欣賞你 我自己也沒錯 想徹底的把它毀掉對不對 真的 我教你 我教你啦 好 所以燒掉 把它燒掉 把它燒掉 有沒有 沒有 好厲害 袁浩瑞請做答 就是像一些定情物 我會把它收藏起來 因為我覺得這是對 下一任男朋友的尊重 但是如果像是一些東西 像是腳踏車 錢包 我都會繼續用 這是可以使用的 妳還是會放在身上繼續用 對 因為分手其實 我們現在都是大人 分手還是可以做朋友 為什麼看到這個東西 就要恨他呢 反正我們的答案是 留著繼續用 留著繼續用 對 留著繼續用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好 請繼續做答 還給對方 他不聽他 可能就不理你 我就可能 就準備好機會去給他 OK 還給他 還給他 有沒有 對方也有 請繼續做答 好 捐出去 那就捐出去 捐出去 捐出去 給需要的人 捐出看需要的人 是 把它給捐出去 有沒有 沒有 可以 還有 送給人家 漂亮 請繼續做答 丟掉 這跟燒毀 丟掉 有沒有可能 丟掉有可能 把它丟掉 我覺得是丟掉 101丟下來 喂 這樣會砸死人 不要 好 把它丟掉 有沒有 試過答 那個是什麼 送給下一個女友 好 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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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這樣出來 來 好嗎 你知道嗎 因為我 講不出來答案的 我隨便填滿 好 沒有故事要分享 我覺得有人這樣做 但很快 也可能會有人這樣做 對 或許 送給下一任女朋友 或是男朋友 有沒有 請坐 看那個禮物的貴重 如果真的很貴的話 把它賣掉 只有你會做這種事情 把它點當 賣掉有沒有 沒有 有的 有的 但我個人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 一定要不要 不要那麼四塊 去賣掉換成現金 我覺得這樣不好 是啦 我是沒有這樣做過 對啦 那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子 其實現在外面銀行 都有保險箱 小的保險箱 但這以前情人的東西 第一個 你不希望現任的情人看到 對 但是呢 你有的時候也會想要 把它拿出來看一看 怎麼辦 我把它放在保險箱裡面 所以你這個意思是 只有我知道 你現在脖子這個不見 就代表你有現在的情人 不是這樣子講的 不是這樣子講的好不好 OK 所以但我是提供一個 另外一種方式 這個地方不會被人家發現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但是又可以永久地 保存這份回憶 但你今天 你今天講出來之後 你知道的女朋友可能會 要去看你的保險箱 我沒有關係 我沒有關係 那沒有關係 最後還要提醒大家 感情是很自由的 但是不要傷害到對方 沒錯 今天呢 第二回合 童龍隊得到的成績是 還不錯 元昊隊總共得到的是 40分 兩隊 兩回合加起來總成績 童龍隊得到的是 40分 元昊隊得到的是 50分 所以今天我們超主點上的獲勝隊 就是我們的元昊隊 掌聲鼓勵 兩隊請到台前來 來 知道今天的超級點通 出了信心各式各樣的題目 希望在這邊不管感情上 生活上都要當個EQ很高的人 沒錯 也希望看完今天我們節目的人 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哦 是你 記得這次的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尋覓進行學會 要記得鎖定我們的連戰英雄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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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了 時間會 渡艙 們